朋友们好 我是Mila 今天我们来阅读 失传的营养学 第三章 健康要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人生的终极目标就是追求自由 是想想 如果您在生活中 时间是自己支配的 财富足够您使用 可以做到随心所欲 空间移动是自由的 想去哪里就去哪里 这是何等美丽的生活 但您一直认识到 健康自由才是您的第一自由 一切的一切 都是以您的健康为基础的 因为失去健康 扔下自己的亲人 朋友 财富 家产 事业 等等的一切 而独自一人离开 这个世界的悲剧 举不胜数 尤其是那些社会精英 那些科学界 知识界 演艺界 商界的精英 因为健康问题 而过早离开我们 无疑是整个社会的 耸伤 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耸伤 从事健康 无论强调到什么程度 都不过分 而只有那些 因为不重视自己的健康 而被自己生活教训过的人 从那些从死亡线上 又回来的人 才会真切的体会到 健康有多么重要 我们看到很多死过一回 又活过来的人 生活中释然了 不计较了 只在乎自己的健康了 健康是底线 千万不要越过 生活中多少人拼命赚钱 但最后却拿钱 救不了自己的生命 生活中多少人 因为没了健康 家产变成了遗产 而自己独自一人 惨淡离开 问您想不想得病 您的回答一定是否定的 但您为了防止得病 做些什么了吗 您为健康有多少投资呢 太多的人每天喊着要健康 但确实常做伤害自己身体的事 很多人觉得自己手里 没几个钱心里不踏实 当有了一些钱后 心里有了底 这下好了 看病不用发愁没钱了 有一次 有一次我和我的大学同学一起吃饭 他是一家有名的大医院的血液科的医生 他人很优秀 在边吃边聊中 我问他 你们一天最多能帮助病人花多少钱呢 一两万没什么问题吧 他回答道 血液病很少有在几个月或半年之内 恢复健康的 乔里几年的很正常 你算算要花多少钱 不单血液病是这样 在临床我们经常看到的事实是 一个中产阶级家庭 从他们富裕的生活中 赤瓶只需要一场大病 跟医学打交道20年的时间 让我深深懂得有钱 不能获得健康 只有懂得维护健康的知识 才能拥有健康 尽管健康维护需要一定的费用 但维护健康绝不是没有消费能力的问题 维护健康更需要的是 相应的知识和维护健康的观念 很多人把自己的健康委托给医生 但不知道这是多么危险的事 我的一位同学是一名外科医生 有一天打电话给我说 他要去做个手术 我吓了一跳 赶忙问他怎么了 他说是慢性胆囊炎 做手术的前一天 我担心他紧张会多虑 因为他是医生 医生由于十分了解病情 他会联想无穷 他知道这是多么危险的事 您没见很多医生给别人看病时 轻松自如 而等到自己得病后 却吓得要死 所以我就打电话给他 告诉他不要紧张 在外科打脑手术 很常见 不是一个什么了不起的大手术 手术一定很安全的 因为那些医生都做熟了 为了心理上支持他 我说我第二天会去看他 他很要强的不让我去 说你不要来 刚做完手术 肯定不好看 我说没关系 反正你平时也不好看 手术的当天 下午我就去了 那会儿他醒了 身上还插了一些管子 见到我来了 苦笑了一下 那个笑确实不好看 但他说的一句话 我印象很深 他说 没想到这次 让别人给自己收拾了 等他到医院后 我又跟他一起庆贺 一定要庆贺 因为他能活着回来 几杯酒下肚 他说了一段 很触动我的话 他说 当他被麻醉前的一刻 自己躺在手术台上 人生第一次深刻的 感受到生命的脆微 因为马上自己的生命 就不由自己做出了 而要交给别人管理几个小时 您想想 是不是这样回事 被麻醉过后 什么都不知道了 谁帮您盯着您的血压 呼吸 脉搏和体温等一切 生命体征 还不是由我们的医生 您想想 把生命交给别人管理几小时 这是多么危险的事 您把自己的一点点钱 放在别人那里保管 一会儿就不放心 您把自己的手术 交给别人管理 你放心吗 更可怕的是 一位十几年的外科医生 一直到自己 躺在手术台上 才体会到生命的脆弱 所以 健康一定要由自己管理 要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一个医生 做的是胆囊手术 而且除切除 胆囊又是一个很小的手术 但您看看人家的手术之前 做了什么准备 他把自己家的银行账号 和保险号 和公公整整 都写在一张纸上 由他的妻子管理 因为他知道 即使是这样一个小手术 也可能出现意外 也可能让他一去不归 所以 健康只有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才最放心 最健康 谢谢大家收听 我们明天再见